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TGC职场会客厅活动 今天我们的活动主题是华人职场进阶攻略 做题 做事和做人 在活动开始之前呢 请允许我用两分钟介绍一下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是科技职场互助社区Tech Job Community 简称TGC 2020年5月成立于硅谷 目前面向北美与中国大陆 科剧与金融职场 富含求职面试 招聘内推 职业发展 个人成长 以及信息分享 社区目前汇集了6000多位来自于北美与中国的高科技人才 搜集和整理了上千份职业工作机会 目前社区有10个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11个Telegram的职业分群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Tech Job Community 以及YouTube视频号 还有社区求职招聘平台iJobs.ai 求职内推招聘统统一键搞定 在我们的社区里呢 还有一群非常可爱的志愿者们 我们的愿景是团结华人力量 打造一流互帮互助 共同成长的职业社区 今天呢 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Joy张老师 来为我们做职业分享 Joy老师的履历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曾经任教于CMU的教授 后到初创企业以及硅谷的大企业的IC一线经理 直到今天的工程总监 今天呢 老师将以自己的经历来帮我们解读 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及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所需要的技能 和需要去除的技能 以及最终如何突破职场的竹子天花板 在我把话筒交给老师之前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 今天呢 老师将会第一个小时为我们做职业分享 相信在过程中有很多想要问老师的问题 咱们都可以在chat里面相互发这些信息 我们的志愿者们也在这个群里 这样的话 可以帮大家收集和整理这些问题 在最后的话 我们统一进行Q&A环节 和老师进行互动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老师 Joy老师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文档了 好的 谢谢李宁 我先share一下我的屏幕 好像你不能让我share现在 我把老师加上host是不是就可以 好的 稍等我一下下Joy老师 Mark as co-host OK 老师您再试一下 现在看见了 首先非常感谢李明 感谢宏伟 感谢TJC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职业发展的一些反思 今天是周六 美冬的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了 所以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者在这个周末宝贵的时间 能够听我一些瞎白火 今天TJC给我的话题 给我的topic是谈论职场发展 我觉得职场发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升职 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其实很客观的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需要升职吗 我觉得回答是 其实你不一定需要升职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有家庭 有各种兴趣爱好 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 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足够丰厚的收入的情况下面 并不一定需要在工作上面去这样 稍后把这些关掉 我们并不一定要去每天去这样子费劲费力的去fight 去一定get to the next level 甚至我听说的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朋友 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花样滑冰的一个选手 参加了个美国的冬奥会 然后他在入职的第一天就跟他的manager说 说您千万别给我升职 因为我现在我的每天的工作 带孩子的这个任务实在太重了 对他来讲的话 他是我生命更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的话 您不需要升职 如果是为了钱的话 还有很多来钱的这个套路 可以去做投资 可以去转行 可以去做别的很多的事情 钱并不是升职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不觉得任何人一定需要升职 我先看一下还有多少人留在这个会场上面 还好没有太多人走掉 但是如果你开始被这个问题bother 如果你现在看到你身边跟你一起入职的小朋友 已经升得比你高了 甚至有原来你很瞧不起的人 比如说其他族有的同学 你觉得他工作很差劲 但是他现在已经爬得比你两极高的位置了 这些事情已经开始让你非常困惑了 我觉得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今天的一些分享里面 能够找到一些能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这边有很大的一个误区 很多中国同学在这个升职和performance上面 把两个事情混在了一起 这个我觉得无口后非 尤其在亚洲文化里面 比如在日本的企业里面 你就每天这么捞捞实实的干活 那么这个升职就是一级一级往上爬 自然而然的爬上去的 在我族里的很多中国同学 一直也有这样的误区 然后经常跑过来跟我说 说这个Joy 我觉得我上了hub做得非常好 你看我做出了这么多优势的工作 为什么不promote我呢 所以我需要首先把这个performance和promotion 这两个概念给大家说清楚一下 当然我首先澄清一下 这个是每个公司 它的promotion的概念和原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代表所有的每个公司 都会一定有这样的概念 但这个在我所待过的几个大公司里面 思路是差不多是类似的 那performance就是说你的业绩 那你的业绩呢是从require角度的话 你是mandatory 换句话说我们拿了公司这么多的钱 拿了那么多工资 拿了那么多股票的话 资本家是希望你能够deliver的 那就是说你的performance是mandatory的 那为什么我们每个have或者每年 会有个performance review 那基本上这个bar就是说你需要mits all mits all就是说在你这个level 你需要deliver what you expected to deliver promotion按照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是voluntary 是你自愿的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只会打个信号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在每个公司也不太一样 比如在facebook的话 入职如果是本科或者硕士刚刚毕业 那你是level 3 3到4和4到5 这个是有时间要求的 你达到在这个时间达不到5的话 5是一个tenure的这个level 达不到5的话 unfortunately就需要走人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promotion再往上的话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是你的职业选择 那performance和promotion的这个implication是什么呢 那performance的话 如果你做得好 你会得到recognition 会得到你的加薪 你会得到的compensation 会得到更多的bonus 尤其在facebook这种环境里面做得好的话 你会得到很多的stock 这个叫做DE discretion of equity promotion的话 更重要的除了你的compensation会增加以外 更重要的是你更高的职业的期待 和更多的责任和responsibility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management对promotion来讲的话 更多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reward 而是作为对员工的一个responsibility 那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facebook 刚才我所说facebook三乘四 四乘五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是必须在这个的时间上完成到5 那所以很多到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还没有明确的需要能够升职的这个signal的话 就就较进了red zone进了红区 所以到那个cycle performance review的时候 或者promotion discussion的时候 manager一般都会心软 你说这个同学已经做了很不错了 过了36个月呢 现在还没有办法去promote他 再不promote他到5的话呢 他就得走人了 所以四到五的时候 很多时候manager不得不放水 但放水的后果就是说 当这些刚刚生午的同学 在第一个cycle的performance review的时候 很多变成了meet some 或meet most 因为他还不ready 所以从这个角度认的话 management去promote team member的时候 更多的是make sure team member 把它promote to next level以后 对这个新的expectation 他能够handle 我举个更极端的例子说 假如哪天我 这个对流行许了个愿 第二天这个公司说 Hey Joy你来做CTO吧 Well I like the job I like the title 但是 但我现在的skill 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handle 他的这个responsibility 所以换句话说 请不要把我promote成为CTO 因为我还不rate 换句话说 请management 对我负责 不要过早地提拔我 那从怎么achieve这个两点来说 performance的话 这一点是很明确 就是说用你的最强的地方 用你的strength use your skill to deliver and put your best forward promotion是反的 因为promotion的话 你要去考虑到next level 所以这里面你更多focus的是 learn new skills 更多的是focus在你的weakness 解决你的弱点 所以work on your weakness 那比如说 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讲的话 这个当然 大家可能都以前听说过 说facebook的like button facebook like button 现在是facebook 可能最引以为豪的一个feature 因为它的出现以后 确实改变了social network的 一些整个的概念 有了这个like 很简单的一个like以后 我就知道 我会比如说 我会点赞李宁的post 我会点赞宏伟的post 那就是一个clear的一个signal 这个signal 接下来facebook 或所有的social media 就会用它来去做ranking 去做 recommendation 很简单的一个feature 换句话说 你要从它这个software engineer 或者design来讲的话 big deal like button 现在可能找几个grad students 花几天时间就能做出来 但因为它的impact 非常之大 所以当时做like button 这几个人 得到了很多的reward 具体的number 我记不太轻了 但是当时 做like button 那几个人 至少他从compensation 和公司给他的 这个stock来讲的话 是huge 所以他可以到达E 或者GE 但这一点 就是从做like button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并不觉得 它是一个足够的signal 说他们应该被提值 应该被promote 因为sorof你是 运气好 做了一个有impact的东西 你买中了彩票 但并不代表你能够 sustain这个productivity 如果我把做like button 几个人提值成为senior 或者principle的话 我没办法保证 他在下一个have 或者下一年 他继续能做出 这么highly impactful的东西来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再三强调 performance和promotion 是两个概念 从这点来讲了以后 我觉得更多的讲 growth是一个process 那promotion是一个outcome 如果说promotion 我们最看重的是 learn new skill focus the weakness 那这是一个过程 当你达到这个过程以后 你自己有能力 management里 能看到你有能力 能够在next level sustain productivity以后 promotion是这个outcome 是一个认可 所以不要认为 promotion是给你的一个reward 或者promotion是 让你成长的这个过程 promotion是growth的一个outcome 是它的final stage when you're ready promotion只是去stamp一下 说yes you're ready growth的mindset 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重点 分享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职场发展中间 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我大概把这个highlight成为 对我们华人工程师来讲的话 是三个阶段 就是要做题 做事和做人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需要不同的技能 和不同的心态 那在上一段的技能 是进阶下一步的敲门砖 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地方 我们能把每个事情都做到极致 但是make sure你明白 上一个阶段的技能 只是让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敲门砖 那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误区 包括我自己的误区是说 在上一个阶段很多技能 在新的阶段 我们必须去unlearn它 就在unlearn以后 才能让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在新的阶段 有更好的productivity 和更strong的performance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需要克服的是 叫authenticity trap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像水一样的 be like water 这样的话 能够克服authenticity trap 然后去unlearn the bad skill 和old skill look at your new new 我大概用这个Facebook Google和结果公司的这个level 来大概描述一下 三个阶段的职场里面的 不同的形态 比如做题的阶段 那从google的level 和Facebook的level的话 大概就e3和e4 你刚刚入职 你在entry level e3从公司的expectation来讲的话 你是能够execute 一个project feature 对不对 这个feature已经被define好了 然后呢 you just get it done 做掉 e4的话呢 scope稍微大一些 大概还是在project level 我希望一个e4的一个engineer 能够把一个project 完全独立的做掉 那到5的话 5,6,7的话 这个是做事的阶段 你说要tech lead 你complete a major project 然后这个project 很重要的一点是 vaguely defined 你并没有给 并没有拿到一个题 而去做它 这个题本身就是一个 有ambiguity you need to bring ambiguity bring clarity into ambiguity 那做一个manager的话 E6或者说M1 你的任务是负责一个组 你drive这个projects s finding a product or platform at team level E7和M2的话 是influence tech direction at org level multiple team manage managers 那再往上的话 到director 或者executive的话 更多的focus 在于做人 因为他的expectation 是要去做战略上的部署 而set a strategic direction 和goal for the org provide clarity on long-term strategy goals 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呢 可能和大家都很像 我觉得很typical 当然我不想太generalize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代表 华人工知识 更不能像 蕊成刚同学 代表亚洲人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以个人经历来 来作为一个例子来举 所以可以认为是一个typical 也可能是一个typical的pass 我84年86年 在长城实验小学 然后呢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校长 因为他以前跟师大福中 关系很好 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 这个师大福中 然后突然 这个作为小学人 第一次看见中学觉得 哇这个这个太厉害 师大福中 第一次是我的dream school 所以我一定要 一定要去考师大福中 结果没考好 考杂了 跟家里帮忙呢 找了一些关系呢 就进了长沙十一中 所以86年92年 一直在长沙十一中上学 因为初中的时候 因为我是这个 觉得进来的时候 这个是走了后门进来的 所以当时心思 也不在学习上面 所以初中一年级 二年级的时候 成绩并不是特别好 到了初三的时候呢 我爸爸去开家长会 初三这个第一个家长会 班主任老师就跟我说 说今年这个叫改革 如果大家考分 考不上长沙十一中高中的话呢 要交折校费 我爸爸就是一个 普通的教师 大学教师 我爸爸就开完家长会 跟来我说 说这个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家里感觉是 没这个钱折校的 突然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以后呢 就开始更努力地学习 所以从第一次的这个 初三的期中考试以后 就开始变成班上的前三名 到了最后毕业的时候呢 变成一个毕业考试的第一名 就第一次尝到 历史这个学霸的概念 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呢 最开始这个没有参加 这个参加重点班的考试 这个考杂了 所以去了普通班 普通班里面 成绩挺好 班上的第二名 到了这个高一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班 这个年纪里面有一个 叫做全省重点试验班 叫匿名叫清华班 然后呢 这个就把原来普通班里的同学 优秀的同学就选进去了 所以我当时就进了这个 进了清华班 重点试验班 进去以后呢 又被打劫了一下 所以成绩又开始变成这个 中下游 花了一两年时间 差不多自己找到感觉以后 觉得要考大学 进了保充圈 但是我想这个 都都进了清华班嘛 咱们还是得进清华 然后就就这个 不顾父母的劝阻 一定要报清华 父母说这个 你这个状态不行 不能考清华 找了很多人劝我 最后坚持要考 父母也让了 让了让步 让了步 结果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 缺失很多的这个 noit distraction 结果考的话 正如父母所预料的 确实考杂了 考杂了呢 就最后去了中南大学 第二季院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四年的话呢 又又尝试了一下 这个做学霸的滋味 成绩也很好 很早就考完了四六级 然后呢 又还是想回到北京 就去了中科院 在计算所读研究生 然后读完研究生以后呢 就follow大家的这个潮流 觉得要出国 然后这个GRE呢 也没考 没考得太好 所以呢 唯一拿到的一个offer呢 就是在Detroit的 这个Wayne State 读了一年以后 觉得这个不行 这个research 和我想象的这个完全不太一样 于是又重新申请 然后就申请到了CMU到Carnic-Mellon 到Carnic-Mellon呢 觉得很开心 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 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学 做了很多很优秀的这个research 但是时间比较长 到了08年的时候 突然觉得该毕业了 这个已经读了8年了 再不毕业 这个我对学校的熟悉程度 比老师多强了 然后就开始决定找工作 面试了Google呀 Yahoo呀 SRI呀 然后后来当时 我在读书的时候 跟我的导师一起做了一个startup 把这个语言翻译 做在mobile device上面 老师就劝我说 这个还希望我留在他的公司里面 我说那不行 这个我读了8年博士 好歹也得加入一个大公司 老师说那那行 那这个要不要申请一下 这个CMU在Silicon Valley 这个faculty position 因为做教授的话 可以同时也在公司里面做兼职 我说那行那行 可以try一下 毕竟读了8年博士 好歹也得尝一下做faculty的位置 于是08年到13年的话 就在CMU做faculty 同时还在给公司继续做 做consulting 给公司打工 到13年的时候呢 我倒也会继续讲一下 在CMU的做这个promotion 从assistant professor 变成了social professor 然后正好13年的时候 Facebook把我们这个小公司收购了 我就加入了Facebook 最开始呢 是做这个machine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组 是我建的 做了两年以后呢 我去换了一个新的组 叫做applied machine learning 最后一年的话呢 正好因为fake news出来以后 我就被拉到去管一个新的组 叫news feed integrity里面的 这个content quality 去用machine learning detect fake news low quality content 做了五年以后呢 现在在Airbnb 前一段刚刚被promote 成为director 对 从我个人经历来讲的话 我在作题时代 当然这个在宏伟和这个TJC的介绍里面 说是学霸 我澄清一下 这个学霸不是指的我自己 我是一个伪学霸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 我和这个真正的学霸 其实有很大的很大的距离 但我只想用学霸这个概念 来代表一下我们这个过 大家一个一个比较 比较通常的一个经历 做题时代 中学的时候 这个和大家都一样 期中考试 期中考试 中考 毕业会考 高考 参加物理竞赛 进了大学以后 参加四级六级基础课 专业考试 出国申请托付GRE 到2008年的时候 开始准备面试的时候 和大家一样的 也是刷题 除了这个coding刷题以外 还刷了当时Google面试的时候 还考了很多这个brain teaser 这些脑筋机转弯 比如跑你 为什么勾紧盖是圆的 为什么你进入一个酒店以后 这个淋浴头一打开 水是热的 因为如果大家做partiment 知道尤其冬天的时候 这个冬天洗澡的话 你把热水龙打开 这个水最开始冷的 要放一段一两分钟冷水 然后热水才慢慢出来 这是个好问题 有大师Google面试问题 那你进酒店的时候 为什么打开这个龙头 一开始水就热的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这个课程里没学过 所以当时找了一些书 专门准备一下 这个brain teaser的问题 包括我2020年 去年的时候 我在考我的这个 private pilot test的 instrument rating的考试 这个written考试 我一样的还是得刷题 比如说我这边列的这个例子 这个是FA的一个考题 这考题又说 这跟国内小时候读书 都是考题一样 这谁记得了 如果说一个飞机 不是一个加压的情况下面 如果它现在在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五百英尺 但是呢 不在一万四千英尺的 那个高空飞的话 如果呢 飞的时间是 两个小时二十分钟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你的作为飞行员 你要给乘客提供 什么样的氧气 不是 这不就是小时候考政治 或者考历史 要背的东西吗 所以刷题 是我们这个 常见的一个形态 那做题的技巧 我觉得在座里面 可能很多 更厉害的做题高手 我回顾当时 我的做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做题的时候 的技巧是说 既然老师问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题目 肯定是有答案的 所以要么我 以前做过这个题 我可以记住这个solution 或者记住这个pattern solution 或者去排除触弧的案 那比如说 右边这个题目是 我现在记得 很深刻的一个题目 这个是初二的时候 含家参加物理竞赛的时候 考的一个考题 一个无线电阻网络 上课时候肯定学过 怎么就算一个串联电阻 加上一个并联电阻的 这个组织 然后这个问题说 如果按照这个pattern 一直往右边 无线延展的话 A和B之间的组织是多少 那最开始做这个题的时候 那就开始算 被A和B之间加上EO 然后再串联一个EO 再并联一个两欧 再并联一个两欧 这么写下去 做了大概十几分钟 实在找不到规律 然后那次考试结束了以后 老师讲解题目 然后就讲解这个题目的解法 这个题目解法 其实很简单 因为老师出这个题的话 问你A和B之间的 这个电阻的话 那必然是有一个值的 换句话说 Assumption是说 这个无线电阻网络 它必然收敛 那既然收敛的话 你Assume 在第N个节点的时候 加了N节 这样的网络以后 它的组织是为R 那么R再加上一个 新的一个节点的话 它的值还会是R 那这个方程一解 很快就把R的 这个组织 那个电阻值解出来了 但这个Assumption 从哪里来 这个并没有认证 只是说 既然老师出这个题 肯定是有解 那有解的话 那么我们就按照 这个方法解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 很typical的一个 出题和做题的思路 那么下面这个题 也是类似的 这个其实我现在 在工作里面 能够看到大家 我的一些 比较junior同学里面 能够反映出来的问题 比如说你回答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 是鸦片战争 炮盛的回响 这个是一个历史考题 这句话反映了什么 我说how do I know 那没办法呀 那你想 老师既然出这个题 肯定是有答案 那我就把我所有 知道的东西 跟太平天国 跟鸦片战争 全部写下来 让老师在里面找分好 这是当时我们老师 告诉我们的 你把你能知道的 就写下来 老师能在你的回答里面找分 虽然拿不到满分 能得几分得几分 这个问题 我在接下来会提到 在在限制职场上面 我能看到我同学 有这个影子 比如说我问他 你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了 他就把他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code也好 report也好 全部丢给我 我说 Can you tell me what what I need to know 他不知道而已 但他就说 他把所有知道 全部dump给我 试图让我作为老师 去找一个答案 和找结果 That's not the case 然后做题的话 更重要的是 不停地practice practice repeat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 题海战术 但记住职场以后 过了做题的阶段 我觉得我能看到 很多同学和我自己 在这个做题里面 这些奇音技巧 落下的太过的深度 我们需要unlearn 这些做题的思维 那这些需要unlearn 尤其在美国这种职场里面 需要unlearn的思维 我现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因为做题的话 尤其在现在国内 这个做题的环境下面 你是个标准化视觉 标准化视觉 所以你做出来以后 答对就答对了 答错就答错了 你不需要去解释 和去communicate 给老师或者给同学 到底你怎么做了 这个题 我选了A A对了就行了 至于是我猜的也好 还是我用了很简单的办法 也好 用复杂的办法也好 It doesn't matter A对就对了 所以我经常听到的 有些同学说 这个题做出来 然后我想问他怎么做 然后这个就是说 回答就说 这不显然吗 然后我就有 非常崇拜的眼光 看着的同学 哇 太牛了 太牛了 但这样的思维 发展下去的话 在工作上面 如果你不解释 你怎么做到的话 You don't get credit 然后很多时候 有时候大家觉得 把这些问题 一笔带过以后 选得自己很牛逼 比如说 You don't even know about EM method Yeah Well why can't you tell me 然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然后问我主流同学 他的项目进来怎么样了 然后那个同学 跟我忘了忘了 就给我看了 所有的这个code 和output 就是like you go figure out like dude we only have 30 minutes can't you tell me what's going on 然后呢 还一个 还一个这个 需要unlearn的做一个思维 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考试最后 只看懂结果 只看懂你做了 A和B和C 所以这个时候 你并不需要去告诉老师 你在里面花了多少的effort 那这个问题 我在CMA做教授的时候 我让我的学生过来 给一个报告 然后呢 这个同学里面呢 很多情况下 同学们 中国同学上了以后 会说 I use the very simple method 然后接下来讲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说我用这个simple method 这个是一个很牛逼的事情 因为我找到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解法 但在职场上面 这个会backfire 因为我作为manager的话 我听到你说 你use the simple method 那我的理解就是 哦 这个问题就是很简单 比如说 我把这个事情交给洪伟做 洪伟就说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然后我就搞定了 虽然洪伟可能 那个有几个晚上都没睡觉 或者洪伟看了很多的这个paper 或者做了很多的research 最后当然结果可能是很简单 但是洪伟不把这个过程 说出来的话 我说 fine 洪伟说这很简单的话 maybe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很simple的method 那big deal 那我不需要给洪伟很多的reward 第三个我觉得 需要unlearn的这个sorty思维 就是在我们从小受的 这个应试教育里面 我们不需要合作 也不需要teamwork 任何考试都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个和在美国做project 和在美国教育里面是反 美国很多的这个project 必须要求多人在里面一起做 那一个人做的话 我从来不需要去care 我的teammember 怎么跟我分工合作 我不需要去convince他 我不需要去说 这个team是什么direction 我让我自己做出来就行 这个其实在刚入职场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很struggle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project 尤其要慢慢做大的话 是一个人能够做完的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去和你的teammember concent去communicate 去听我 然后呢 你如果是说 其他的teammember falling behind以后 怎么帮他 怎么去communicate 而不是去怪他 第四点的话 第四点的话是在做题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promote我自己 如果我是考的最好的 我的名字就会出现在 年纪排行榜第一名 然后这个时候我反而去 有意的会要去谦虚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这个同学 上了上了大学以后 然后寒假回来就跟我说 我这次这个六级考试发烧了 没发挥好 哎呀 真没发挥好 考得太考诈了 只考了98分 满分是100分 有时候反而变得更反而赛提 这个在职场上面 我觉得尤其对华人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negative的事情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族语有时候 非常愿意 shamelessly promote yourself 你不promote你自己的话 你的工作就不visible 虽然我们是说 事情做好了 分在那边 everybody will know about you 如果你是年纪第一的话 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同学都知道 你是最厉害的 但是在职场上面 没有这样一个标准考试 你不promote你自己 你的工作就没人知道 VP就不知道 你在里面做了什么东西 最后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较极端 但我能看到一些影子 这一点我也是说 希望像TJC这样的社区 或者其他的社区 能够帮助华人 能够一起进步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从小 这些硬式和考试 和升学里面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一点 就是一切都是competitive 一切是zero sum game 我做了年纪第一 宏伟就没办法做第一 我能进清华 宏伟就进不了清华 因为清华当时 在湖南省就找80个人 所以从这点来的话 我一直是防着别人 我会 我有个很好的 找到一本很好的复习说 我绝对长得不给别人看 这样的话 你的饼永远做不到 这个在职场上面的话 如果是说zero sum game的话 你没办法去foster collaboration 因为看谁都是敌人 看谁都是竞争者 这点会很大的影响职场的发展 那进入到做事这个阶段的话 做事所需要的技能 做事的话 需要end to end的这个project delivery 你需要怎么去frame一个problem 你去opportunity sizing 你去define success metric 这里面没有给定一个题目了 这是vague 这是ambiguity 你需要convincing the stakeholder stakeholder包括你的PM 包括design 包括其他的function 你要去explore不同的solution 你要去drive这个direction 你要去execute the project 你去iterate and evaluate 最重要的一点 最后当这个project的最后 你要去communicate and sell这个success right again 这里面已经不是一个题 不是说你做完了 你就拿A 没做完 你就拿不到A 这里面 这个是 最后怎么sell你的成功 这个是一个skill 很重要的一点 需要teamwork 你需要depend on others 你需要一个reliable的partner 你需要resolve conflict 那我刚才也看到了主持人发给我的这个 大家发的那个一些很多的问题 resolve conflict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短板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上学的过程中 不存在resolve conflict这个问题 但在做事的时候 teamwork 你必定会有conflict 那怎么去proactivate constant communicate 所以告诉你的这个dependency 告诉你的stakeholder 你现在到哪一步了 你需要什么帮助 或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帮助 constantly需要communicate 那communication 这一点我觉得 对亚裔来讲的话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包括从去年开始 大家在讨论 为什么亚裔在职场上 会阻止天花板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说觉得亚裔没有leadership 那所谓leadership 就是说 其实很多情况下面 是not assertive 因为我们从小 没有这样的training assertive就是 做事很肯定 很严肃 比如我在CM的时候 我的同事 我不说是哪个主意了 跟我说什么问题 Absolutely Let's do it Absolutely I said Dude Do you even know how to do it 但我其实 我当时做不到这一点 我做事是反的 因为我很在乎我的面子 当我提一个观点 或者提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我很在乎 万一这个观点不work 我是不是没面子 我是不是shame 那这样的outcome 尤其我在Facebook的时候 当时我很困惑的一个事情 就是 我觉得那个idea 明明是我在会上提出来的 没有人在associate的 那个idea with my name 然后过一会儿 再过了一两星期以后 VP也好 Direct也好 都会是说 那个是某某某的 这个great idea 那会儿都在想 这个并不是说 manager偏心 或者我并不认为 它是intentionally 在discriminate against me 或against Asia 但确实是 我在当时表达 观点的时候 我没有很furn 我没有很assertive 我所有的 throw这个idea around 我没有去把我的名字 attach to it 因为我不想去承担 万一这个idea 不过可以获得责任 换得别人attack我 或者question我 我的一些责任 因为我有shame 这个是儒家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需要克服的东西 我觉得我需要 be shameless 然后接下来还一点 我就从communication 来讲的话 华人很多时候 在presentation的时候 不会讲故事 you need to know your audience or you need to tell a very clear story let the story fly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技能 那当你进入 完成了做事 这个技能以后 到要到下一步 要去做一个leader 做一个director 做一个vp的话 你需要unlearn 这些做事的思维 做事的思维就是 我觉得我很牛逼 我能把这个事情搞定 这时候能反映出来 就是说 你和其他的stakeholder 其他function的时候 明显的觉得 我牛 you guys suck 比如说 这些产品经理 啥都不懂 这些产品经理 天天在这 瞎瞎瞎瞎 就很瞎白火 或者在一个大的org里面 据说 跟其他的组比起来 我的组是最牛逼的 只有我的组deliver 那些组你看 花那么多人 做那么多事情 最后什么都没自己出来 或者说 我有个重要的project 你们这些其他的function 必须fully support my project 必须给我 给予我资料 然后理工男 像我这样的理工男 出生的时候 做事思维很重的一点 就是说 我认为只有两个办法 the right way or wrong way my way is the right way 所以我不愿意去compromise 然后我一直觉得说 九项不怕相众生 只要我的业绩做得好 领导自然会上市 只要我把这个问题 project做完了以后 我就能上市 然后我的做事思维里面 一点就是 我的能力强 我把事情搞定了 所以我升职了 所以我的升职 完全是因为 我的能力强 能出活 但这个就不是做人需要的事情 做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 到了做leader这个阶段以后 做人的技能 更多的在empathy 你需要be curious 你要去关心 去curious 为什么别人不这么想 为什么PM不这么想 为什么finance不那么想 为什么这个data science 它的想法和你不一样 然后这里面 你需要去build relationship 和win people's trust 因为在公司里面 很多时候 这个eventually是靠 你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公司 和中国一样的 还是靠关系 只是说这个关系的定义不一样 但这个relationship 不是说process能够解决 尤其是说 那些有power的人 公司里面 这一点 很多senior leader 跟我分享过 尤其在promotion 这个过程中间 junior level的话 大家还可以做process 有promotion committee 有packing 到了很senior level以后 一个公司里面 真正promote 谁做vp 和说svp 就是那个圈子里的 四五个人 或者五六个人决定 这些人是有power的 这些有power的人 他怎么看你 他对你有没有trust tha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做人慢慢变成 到这个level以后 要变成有leadership leadership 并不代表说 你have to be a manager manager是manager management 和leadership 并不是一回事 这一点是 我的导师的导师 Rodger Reddy 他是图灵养德主 这个在CMU 也是李开复的导师 所以开复是我的诗书 Rodger Reddy 当时跟我的导师 说了一句 我的导师很受用的话 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说 他说重要的不是说 你比你的人 比你的手下聪明 there's always people smarter than you 你作为一个manager 或作为一个leader 更重要的是说 make people smarter than you work for you 这一点其实很难 我也看过很多 马云的这个介绍 和马云的自转 就是马云 他最重要的是 他能够让那些聪明的人 为他干活 马云可能除了英语 说的好又坏 我不觉得马云的编程能力 会比这个手下的人要强 但是马云在用人这方面 这个是他作为一个leader 他的强项 所以leader的话 是influence people to follow you 尤其是说 even without authority 因为你manager的话 你可以force people to work for you 但是leader的话 influence people to follow you follow your direction 然后另一点的话 我觉得到了做人阶段 be appreciative show appreciation 我们都是human 虽然我们跟很多时候 在公司里面 会跟大家有conflict 会干价 但是human being 都需要be appreciated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比如说 我有很多的mentor 我有很多的senior leader 作为的mentor 我每次跟他们 one on one完了以后 我都跟他说 上次你给我的建议非常好 follow你的建议 我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效果很好 作为给我建议的这些mentor 他们非常高兴 因为他觉得他们有value 然后我跟我的advisor也好 mentor也好 我经常会跟他们保持近期的联系 一些很多小事情 我觉得makes a huge difference 比如每年我的导师过生的时候 我给他发个message 我的导师 至少我能看出来 他很感动 因为这时候 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了 我已经博士毕业了 他不用control我了 但我birthday的时候 给他发个小的message以后 他每次都跟我聊很多 这些一些小事情 我觉得show your appreciation 尤其是说公司里面 我觉得这一点 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件事 尤其是和你不对付的人 就是我们所定义的这些敌人 always appreciate them too appreciate the敌人的话 会让你在公司里建立很好的口碑 因为人和人之间 并没有根本利上的冲突 有时候是观点不一样 有时候是立场不一样 you still want to appreciate them be open 这样的话 能够让你在公司里面 一个非常高的姿态 you're professional you're do the things for the best of the company 然后这一点 在做人这个阶段的话 更多的需要focus在 strategy战略上 还有我们所谓的politics politics并不是指的 这种dirty politics 但是有人的地方 肯定会有politics 和conflict resolution 做事的话 你是focus在inside focus在你自己的组 focus在你的项目 做人的话 你需要focus在outside focus在整个big picture understand the big picture 接下来connect the dots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在做strategy和做人的时候 there's a take and give 你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是你的好 不可能总是take 有时候你需要give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politics 有trade off 有compromise 最后面一点 我觉得对华人来讲的话 挺难的一个事情 就是have a secret skin 说白的话 就是后面一题 当你作为一个leader的话 你是要去change 有leader的change 一旦你要去改变的话 你肯定会得罪人 你肯定会piss off some people 肯定会改变status quo 所以你肯定会挨骂 所以我都不上blind 因为我知道blind上 肯定会有人来批评我 这公司里也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想即便做到美国总统 这个号称世界上 最powerful的position 一样的 没有人的prorate 超过70% 或者60% 大概都是50% 总是会被人码 don't get worried don't get bothered by all this negative feedback 有了seeker skin以后 focus on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这样的话 不会被每天的这些noise干扰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更多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当你从一个阶段 进入下一个阶段以后 你需要去unlearn 你前一个阶段 做非常好的事情 当年你的学霸 你最成功 你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你是学霸 然后刚才我所说的 当你到了新的阶段以后 你需要unlearn这些 你原来觉得最好的skip 但你start unlearn what you're so good at you will be lost 我忘了我是谁了 我原来最自豪的自我 现在你告诉我 那些东西不work you will get lost 但我想quote 荷马史诗里面 奥德赛里的这句话 we will get lost along the way lost enough to find ourselves 这个是奥德修斯 他们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 要想返回他的故乡 因为他得罪了天神 所以这个天神 让他们花了十年的时间 在地中海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不停地在travel 然后终于十年之后 才回到了自己家 这个过程是很painful的 但这个过程中间 eventually 他going back home 然后真正地找寻到自我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说的是说 don't b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getting lost 是这个necessary step to get to the next step 那这个中间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想get lost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个 这个trap 叫做authenticity trap authenticity trap 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不是我 比如说我看到 其他族裔在开会的时候吹牛 或者拍领了马屁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 我这个joy 我从小说的教育 是为了要正直 不撒谎 不吹牛 i can't be like that i will feel fake if i behave behave like that 但这时候我再先强调是说 you have to get through authenticity trap 你 unlearn这些 old skill learn a new skill so that it can get to next level 所以你需要 escape the authenticity trap 第一个问题 identity who you are that's about the past 那是过去的你 如果我label我自己成为学霸 again 我是一个伪学霸 如果我label我自己 是个学霸的话 那只是代表过去的我 并不代表我不能去 resolve 这个relationship 我不能去 不能去resolve 这个conflict 并不代表我不能去 get along with people 过去我说 joy always have the right answer joy is the person who can get things done that's the old me so you think about the behavior needed for the next level 怎么去sell你的idea 怎么去upperware management 怎么去operate in an alien culture 如果这个culture 不是你comfortable的culture 怎么去operate 怎么去align stakeholders for all the functions 怎么去tame our dark side 我的dark side 在中期很明显 如果说隔壁有一个同事 提出了similaridea的话 我第一反应 你那边耍逼 根本没有我的好 还那么那么好意思推 然后我就想办法去证明 他是他的错的 我是对 that's my dark side 如果能tame the dark side的话 I would be a better person 这里面我想引用一下 一个成功的华人 在美国的经理 这个就是李小龙 李小龙在 大家可以YouTube上 search一下 他一段很经典的 电视的interview 他的话叫做 be like water 这个我在下面 会具体的引用他的话 那所要说的事情是说 怎么get away with authenticity trap 叫做steal like artist 任何一个艺术家 他的所有的画风 都不是他的原创 他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所以最开始的话 just learn just copy steal 如果现在你有一个 很仰慕的人 比如说你的goal 是想成为VP just learn from the VP mimic what they do 甚至一些小的事情 比如说硅谷的这个 现在让人觉得臭名 遭住 Elizabeth Holmes 也就做这个 做这个低血测试的这个人 但你看到他的书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 intentionally 在learn from Steve Jobs Steve Jobs穿这个 turtleneck高领毛衣 Elizabeth Holmes 后来在所有的演讲里面 也穿那个高领毛衣 Steve Jobs的话 每天租一个黑色的车 因为他不想别人跟踪 他每次都是lease一个车 lease完一个月以后换掉 这样的话 车牌不会被这个 狗仔队跟踪掉 Elizabeth也去lease一个车 Steve Jobs上台给Kindle的时候 会这样子沉思低头 接下来所有的leaders 也会follow这个style 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学了本 学了标没有学到本 但是从标开始 慢慢的eventually 你会touch的本 so eventually you will feel natural and authentic from yourself the new you 你看看你的senior leader 怎么去组织 all hands 你的senior leader 怎么去present 你的senior leader 你的role model 他们怎么去drive 这个project 怎么去和他的conflict 去resolve 这些慢慢学会以后 包括他用什么的话来说 这些简单的一些标的东西 一天一天的学 一点一点的学 慢慢的会影响你的本 you will get there be like water be like water making its way through cracks do not be assertive but adjust to the object and you shall find a way around or through it if nothing within you stays rigid outward things will disclose themselves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if you put water in a cup it becomes a cup you put water in a bottle and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a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但这句话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他的本家 在几千年前所说过的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天下之至柔 吃成于天下之之间 水是天下最柔软的东西 但是水顺着江河流下来 把山石全部cover成他想要的形状 我们不要成就于我们以前的形状 学霸的时候你是bottle 但是be water put yourself in a new form you will be the new person 所以focus在这个process 如果把gross为一个process的话 一个理想的阶段是说 我每天学习 我每天成长 会变成一个linear process 或者说theoretically讲话 是这样一个nonlinear process 每天学习 每天成长 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后继不发 you get it 突然一下你误了 你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reality是一个zigzag 这就像奥德修斯 回Iliad的过程中间 you're going back and forth 你最开始get lost 有一天可能觉得 hey 自己有进步了 get to the new level 过两天又觉得不对 不对 这个状态很不对 甚至不如以前 但这个是一个typical process don't get frustrated that's the reality 当然具体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从promotion 跟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 尽早的去明白 您的公司里面 你的promotion process don't get surprised 因为promotion 在每个公司里面 都有它的policy 有它的玩法 没有一个standard process it's a game 这个game肯定不fair 肯定会有它的漏洞 但没有任何一个系统 是完善的 所以don't get surprised 我个人的经历是说 我2013年 2008年开始 做faculty以后 当时我的naive assumption 那么三年之后 我必须get promoted 这个叫rpt process 要么留下来 要么做人 要么升职 要么做人 那我觉得做一个faculty的话 我的任务当然就是 做好research 拉到方柄 教好书 带好学生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做新research 做了新的方向 然后发了很多的paper 然后也招了很多的phd学生 然后拿了很多这个方柄 到了2012年的时候 突然这个promotion说 诶Joy 你的fonding不行啊 我说 what you talking about 这么多钱 都是真金白银 到了账的钱 然后我去跑去问 这个皮子宝的 这个promotion committee的chair 拉下脸皮问他 这个说 钱不够 是具体怎么说呀 他说 哦 我们promotion committee 不看这个大牌的money 大牌是国防部的钱 大牌的那个钱很多 只有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grant count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大牌的money呢 主要是靠relationship 如果说我跟这个大牌的program manager 的时候 或者跟这个prime的这个contract的时候 那你会拿的钱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是看你的scientific merit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review panel 可是nsf的钱很少 我拿那个钱 我怎么养学生啊 我可是that's your problem 我们的promotion committee的话 我们就看nsf 你必须拿一个nsf的large grant Why don't you guys tell me 所以我后来我的promotion 我延期了一年 在那一年里面 我去nsf去做很多这个review panel 跟这个program manager搞好关系 然后呢 找了很多stakeholder 这个partner 然后写了拿那个很大的large grant 所以到第二年的话 顺利promote 换句话说 如果我找这个话 我会更早地focus在这一点 那第二个问题 我当时被surprise的是 到了这个写promotion committee 这个promotion packet的时候 系列跟我说 你需要十个reference letter 这个letter呢 是要从top university的人 full professor给你写 那CMU自称是自己计算机很强了 那比CMU还强的 那就那么几个 Stanford MIT Berkeley 那这里面能做我这个领域的人 就那么几个 平常的话 I don't know 我平常没有跟他pay attention 甚至有时候我可能这个 年轻气盛 可能还得罪了不少这个full professor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justify 我的工作比他们的牛 然后这时候跑去跟他们要这个reference letter 时候 这个很多人就说 呀 因为Joy的工作 在他做grad student的时候 我还挺熟 他做faculty以后 我不熟了 人家说 哇 我跟他没有什么joined的这个project 他也没过来给个talk 所以后来 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那个第二年的时候 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这个几个大学行业 都去给talk 然后跟大家写joined 这个proposal 然后这两点是当时我第一次promotion没有过的这个一个印象 换句话说 这个公司里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 这个大家尽早的能够去开始写你的promotion packet 所以我说 discuss with your manager earlier understanding next level's expectation fitting out the information on the packet identify the gaps 因为again 至少在我所待过的这些公司里面 criteria是说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you're able to sustain the productivity at the next level 那next level的definition是清楚的 写了你的packet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gap 你和你的manager在这里面不是对抗的 不是说你manager想promote你还是不想promote 你和你的manager应该work as a team 比如我作为manager 我去present我的team的这个case 在promotion committee以后 我其实压力很大 promotion committee就给我三分钟时间 I have to defend all the questions they ask 我当时感觉好像我是一个律师 去了一个courthouse 那个committee member randomly会问很多这个 他们当时有question的问题 我在那么短时间里 I have to come with a convincing answer 所以他问 这个project他的工作是多大 我想到底他是参与的还是他的lead的 I have to know the detail 所以从这点来讲 不是我不promodel的team member 如果我觉得team member的case 不够strong的话 我没办法去defend这个case 所以team member和你的manager work as a team 你的manager有incentive to get you promoted but you have to work with 我差不多时间也到了 我想总结一下我的一些反思 职场和人生一样 是有不同的阶段 在职场不同的阶段 我们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技能 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前 你需要unlearn上一个阶段的 一些思维方式和技能 在这一点的话 you can do it 但你需要克服authenticity trap 不要说那不是我 我觉得华人 我们非常聪明 我们非常能感 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 其实是确实是 屹立于各个民族之灵 要有这个信息 just it's the process 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些authenticity trap 一旦明确了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需要去focus的这些skill以后 我觉得在场的每一位 都会有非常成功的未来 我觉得阻止天花板 不是不可突破的 只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明白 there's a way to get through it 好 我就讲那么多 谢谢大家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刚才一个小时的分享 然后让我们都受益匪浅 接下来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一个 相对轻松的环节 就是让同学们多多来问问题 其实这里的过程中 包括在报名的过程中 我们报名的人里面 我们收集到了一百多个 问老师的问题 当然这接下来的时间 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 但是我觉得 根据老师刚才的讲座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chat 或者可以举手 开麦 跟老师进行互动 聊一聊 好吧 然后呢 我看到有人在chat里问 我来替大家问一个 刚才有人问的问题 就是 赵益老师提到 appreciate敌人很有启发 是一个conflict management 很好的例子 希望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在工作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 您曾经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appreciate 我觉得本质上确实就是 有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心的意思就是说 在职业或者越做越大的时候 这个叫做花花叫耳 人抬人 并不是说我自己牛逼 我自己能力强 所以我很getter 你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助 尤其在这个职业发展上面 需要很多人的提携 这个在各个公司里面 有的叫做sponsorship 需要人去替你说话 替你 voice 所以 比如说 我刚进Airbnb的时候 当时我是head of Air Labs Air Lab当时是公司 这个每个公司都很火 没有idea 当时每个公司都有Air Labs 所以Airbnb的 这个founder说 那我们也得搞个Air Lab 但真的做起来后 发现 那他到底做啥呢 而且原有的业务们的话 也做了questioning 而且这个为什么 突然塞个Air Lab 他到底是做research呢 还是做产品呢 所以我去了以后 去了以后 我接手这个组的时候 前面有个manager 那个manager呢 确实也不太fit 就走人了 然后接手的这个组的话 原来有一个学生 是我在CMU的 第一个PGD学生 然后呢 他一个公司带来很久 他也走 所以给我的 留下来的是三个 刚刚本科屁的学生 说这个AI Lab 怎么能让本科屁来做 所以当时我需要去 去让这个组sell有value 有value的话 必须要找人去 能够去adopt我们的东西 again 当时来的时候 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是进入一个alien的culture 新来的这个空降的 一个manager 要开批评 清天天 每个人都还是很担心 是不是抢了地盘 所以没有resource 然后这个manager的话 他把他组的designer借给我 然后他帮我一起开会 包括后来我们 AI Lab的那些logo 都是他组的designer 帮我设计的 所以后来我一直也是跟他说 说 Tomm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You're the one who really welcome embraced me when I joined Airbnb 这话 我觉得我不是 不是违心的说 确实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工作 和生活中 都有这个需要感激的人 但是可能 either这个 我们的内脸的风格 不说出来 但不说出来的话 大家不知道 你在appreciate 当然就说 我比如说我在帮别人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 我一定需要大家 给我送礼物 或者给我记卡 但是比如说 我帮了人以后 其实我还是 sort of expect 对他在他好像有点掉陷了吗 哦不好意思我这边刚才网不太好 没事没事开玩笑说你在沉思 我刚才以为是对 还好这个大家都没有掉线 对因为我是host 我怕出现什么意外 这也是 感谢老师 对我还是在读大家的问题 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问题 也是我们都在职场中面对的问题 就是如果对IC和管理truck都有兴趣 就是我们工作几年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 做得不错 现在面临深化路线 就是说在非此即彼的选择过程中 我们怎么样来确定哪一条更适合自己 或者说这两个不同的truck 它更适合什么样的特质的人呢 不知道这个老师 可不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然后我跟我的组里的同学 在做这个career conversation的时候 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的经历的时候 其实我的IC和manager中间转了好几次 我在CMA做教授 做了算个manager 我觉得这个faculty在美国 这个faculty的话 相对就自己开了一个小的公司 我的学生就是我的employee 然后我自己拉fonding 然后我就去想新的idea 我就sell 进入Facebook以后 最开始的时候 一两个月我是IC 因为当时我的老板 也是我的device 他当时还不想建立这个structure 所以做了一段IC 然后后来做了IC以后 其他的manager说这个不行 你这个一个组三十几个人 全是report给一个人 你没办法function 因为比如其他的人 想和machine transmission打架的话 什么事情都得通过这个director 这个doesn't work 所以就需要去establish一个structure 然后我就自告奋勇 做一个manager 因为当时好几个人 也想做这个manager 然后自告奋勇做manager 所以当时我当时的问题 也看到了说 你怎么去争取scope 你不能等着被assign一个scope you have to volunteer you have to self-promote 所以做了manager manager我自己觉得做得挺好 把这个组growth很大 然后machine translation的公司里的 这个value也做出来了 慢慢把microsoft replace掉 然后machine translation 包括现在facebook的一些AI的talk 很多都是用machine translation做例子 然后一年以后呢 我的老板director和advisor 他离开了facebook 他又回到学校去了 然后公司从另外一个公司 招了一个director过来 那个director呢 就是我们这批人 我们这批收购进来的这批人 原来一直一起工作 都很technical 都是这个原来advisor的学生 PhD或者master 新来的director的话 就是空降过来的 所以照不住我们 然后呢 他就开始把他原来的这个其他原来公司的手下拉进来 说了掺杀子 当然我没有直接被磨掉这个manager的role 但明显感觉到 I'm not in his trust circle 即便我再怎么去跪舔啊 再去投诚啊 show the loyalty 就是doesn't work 因为这个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build起来这个trust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我当时觉得machine translation在facebook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更多的value 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组去grow到一个新的area 就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去把这个content understand下来 然后新来这个director的话 他仍很保守 对他来讲的话 他的工作就是保住他的工作 但对我来讲的话 我还有很大的ambition 后来经过一两次以后 我就自己就step down了 我就说我把这个组交给我的同事 然后我去成立一个新组 在这个新组里做IC 最开始做挺开心 就那段时间我做了这个deep text deep learning for text understanding 可能现在facebook的很多text understanding 还是基于当时那个系统 所以这个我在resume 我自己觉得很高兴 那为什么后来又转成manager的原因 就是说我在做IC这个阶段 你的位置越来越高 你的expectation很高 就是我必须guarantee 我每个half有他的这个impact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了 我需要这个小弟们跟我一起做 那我就跟我的manager 给我安排一两个这个小小同学 跟我一起合作 manager就说 哎行把这个这个同学给你做 我就开始rump up呀 getting me excited呀 然后开始做 跟manager做了这个两个星期以后 这个同学跟我说 哎呦 joy 这个不好意思 manager说 另外还有high priority的project 你要我去要我去做 我说OK that's fine 他是你的manager 是我的manager 这个我们的performance view他决定的 说这个让他去了 然后我就跑去跟manager说 这个我安排 再给他安排给小弟吧 manager说OK 我想想 然后又给我找了一个 找了以后呢 到又开始rump up getting me excited set up 然后刚做了这个星期呢 这个小弟又跟我说 哎呀不好意思 manager跟我说 那边又一个high priority project 我得去做 这样重复大概两次以后 我就觉得give up 如果我的manager 没办法去给我support 给我resource的话 我就去了一个新族 做一个manager 因为在那个manager里面 sort of eye control 的resource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话 IC和management 两边有不同的impact management还是 you have resource under your control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management 慢慢的话 你的technical的strength 还是会变得rusty 因为更多的事情 你是focus在怎么去management 你去define这个project priority 你去做peoplemanagement 怎么去帮助帮助team member成长 然后怎么去跟你peer打交道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rule of thumb的一个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说到底哪个更适合你 我觉得大家可以 如果有机会 可以都可以try一下 比如在google 或者facebook 有这个role叫做tlm technical management 你可以管三到五个人 然后你还有50% 是在50%的事件 是做IC 那你这样串一下 你可以知道 do I like it right or this is something I hate 因为不管你走哪条路的话 你越来越senior 有些问题you have to face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从做题到做事 到做人这个阶段的话 你总是有一些skills you have to learn 这个跟做function 或做哪个role 没有关系 只是说management 更多的会focus在 这个people management 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这个就需要自己去try 鞋子合不合脚 还是得自己穿了才知道 那个有没有人可以 就是打开mike 跟老师互动的 因为我这边虽然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也想说不能都被我一个人占用了 所以谁有问题的话可以开个mike 有一个举手 有一个举手叫注目优整 那个是举手 看到没有 好举手的同学你可以开mike 直接问了 跟老师聊一聊 好 我这边开了mike了 我是一安 宋一安 老师很好 谢谢你的分享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那个想问一下你mentor 你mentor的话 刚开始就是我记得你说的 你有好几个mentor 就是近期的交流 我想了解一下 你是mentor的话 是你的是同级的mentor 就是你往上就一级 两级三级 就是你有没有越级 就是有没有这种越级 比如像上访老板 会不会有这种意见 你怎么建立起这种mentor 就是谈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建立起这个关系的 OK mentor的话 我觉得一般最好 不在你的command chain 比较好的 因为command chain的话 有这个还是有些conflict 和interest 因为很多时候 比如说mentor 我想要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 怎么跟我的老板 处理好关系 或者什么跟我老板的老板 处理好关系 或者说我想了解一下 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我这条线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concern 因为我可能不知道 所以最好的mentor 我觉得是在你的org之外 就在你的command chain之外 然后呢 比你的level高一级 甚至高两级的 我觉得那可能是最好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TGC呢 今年也有一个mentorship program的项目 但是已经在进行过程中了 其实就是在 我们是0到1开始做 第一次做 然后呢 这次的项目规模也比较小 只是说帮助一些职场的新人 找了一些 就像老师说的 不在你的这个working group里 但是呢 比你高一辆两级 大家都在一个相对能够理解的context下 如果说怎么样去找mentorship 或者说找到有价值的 有value的mentor 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分享 当时是请了很多公司的一个会客厅 四五个leadership的人来分享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公众号里的文章和视频 好的 谢谢老师 非常非常有帮助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挺多人举手的 下一个可以直接开mine了 没有人的话 我就先来了 好的 Joy老师 你好 我今天我听到很多就是很有触动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authenticity trap 这个对关于这个问题 你是觉得如何这个overcome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很不自然 对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 比如说我的爸爸是个 我的爸爸是个老师 大学老师 然后我爸爸从小给我的教育 就是说做人要正直 然后我爸爸其实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说很骄傲的人 他从来不会愿意去跪舔领导 也不会愿意去说违心的话 这个对我早期来讲的话 影响很深 因为我爸爸是我的role model 所以后来的话 我一直觉得好像这个是应该 我引以为好的事情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脊梁 中国人不能像其他的某些族一样 这个说话说话不靠服 我们是我们是做事勤恳耐挠 不用靠吹牛而成功的人 但后来我觉得到了某个阶段以后 这些事情开始bother我 你说我看了那些撒谎的人 或者说吹牛的人 这个职场上混得比我更好 然后这个不那么骄傲的人 或者说当时原来觉得学渣的人 那个在职场上面混得更出色 觉得如果这些事情bother你以后 you have to get over with that 如果这些事情不bother你 that's fine you can still be who you are 但如果是说 这些事情开始让你觉得难受了 开始让你觉得 你的每天很struggle以后 我觉得这个就是症结 那就是your old you 开始让你觉得不comfortable 你想蜕变进化 但是你还是没办法摆脱这个trap 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 明白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确实就是一个authenticity trap在那里 怎么get over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process 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掉的 而且第一点就是说 你不是说放弃了你的本质上的value 你不是说放弃了你的价值系统 你不是说变成了你原来不想成为的人 你还是你 只是说you are the water 只是说你原来是一个cub的form 你现在变成一个bottle的form 只是这个form变了 那这个转变的过程 我所强调的就是说 从小事做起 甚至从标做起 因为要改变本 这个很难一下子改变 由标几本 从这些装的样子 比如说穿个高领毛衣 做个酷的头发 然后 然后这个给talk的时候 gesture eye contact 这些都是一些标的事情 但你标慢慢做的越来越多 以后就会设计 就会改变你的本 改变一些每天日常的习惯 然后eventually 是很不comfortable 但我跟我的主持人同学说 当你觉得不comfortable的时候 that's the time you're growing 我觉得 我觉得呼应一下 Joy说那个话 有一句话就是说 pretend it until you make it 很多人的脑海现象 这样讲 Exactly 对 正好在chat里面有一本书 正在chat里大家问 有些什么样的书 其中有一本书 我看了我觉得挺好 叫做 act as a leader think like a leader 这里面也就是说 你开始就装你是个leader 以后 eventually you will be a leader 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leader 这个让我想 我可以share一个 就是我们以前一个VP说的话 就是他每次跟别人 就是新的同事合作的时候 他都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想 他说就是act as I will kind of lead this person Exactly Exactly 这个当时我看了一下 大家线下问的那些问题里面 有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我的我的主旅同学 也同样的问 就是我们说promotion 是说你要去demonstrate 你已经在next level perform了 但你现在根本没有被promote the next level how do you get the scope 就换句话说 你现在没到六的话 你怎么去做六的这个scope的project 换句话说 所谓这个fake it first you already acted 我其实假设 假如我就是这个tech lead 虽然你没有 给定 没有给定这个头衔 说你是tech lead 我现在就说 I am the tech lead for the project 我怎么去 drive team the cohesive 我怎么去 drive 这个direction 我可能大家会 question 你 Hey Soon Huan 你就是个 你 假如 你就是 你凭什么 告诉我该怎么做 这个是肯定会有 challenge get comfortable with that I really want to see that we're having a consistent design how about I coordinate the design first I love to hear all the comments and according to 大家的 idea because by the end of the day 你需要一个 technical design 出来 你去 volunteer 你做了几次以后 you will get comfortable 我慢慢带来说 哎 笑话 just take the great 谢谢 谢谢 非常受用 没有问题 fake it you'll fake it you'll get comfortable yeah 好 把机会让给下一个 好 感谢 那个 有几个同学 我先说一下 有几个同学问 咱们这个讲座之后 就是有人 miss了一段 还有人想反复听 之后的话我们会在 呃活动之后 推出一个公众号 把老师讲的精华 给大家总结一下 顺便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youtube 呃剪辑一下这个视频 放到youtube上 所以不用不用担心 都会有机会的 嗯 然后下一个同学 我看很多人都开了 但是咱们看看谁 先来 好 就位老师你好 然后 哦 是不是有人 请让我先来吧 给你来吧 好 谢谢 啊 就位老师你好 然后的话是 我有一个follow up question 因为我知道了 大多数人的情况 就是说毕业之后 进入一家公司 然后的话就升职 然后就做tech lead 然后就转manager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这个组的业务 什么都很熟 然后的话 您的情况的话 我听到就是说 就是去啊 lbnb 然后就直接做manager 然后我比较想进一步 知道就是呃 您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遇到什么 challenging 比较challenging的case 然后的话 您怎么去克服 这些问题的 哦 因为我在facebook 就做过了manager 对 那我的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那在facebook呢 呃 facebook做manager的话 我觉得最challenging的事情 呃 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当时这个startup right startup的话呢 做母性translation的话 大概是呃 三个人 三个人的话 然后真正的系统 全是我一个人 从从头到尾搭的 呃 因为当时我还在做 grasslots的时候 我在给这个公司做 所以那个系统 从头到尾 是我做的啊 所以naturally 我当时最senior 呃 所以你可以说业务 我最熟 当然旁边另外一个同事的话 他觉得他的业务也很强 所以当时他也想上 但是他当时 phd还没毕业 所以呃 呃 问题不太大 呃 所以我觉得 naturally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从同一个组 慢慢往上升的话 你是对业务最熟 这个确实是 是一个比较能够 呃 能够让大家follow 你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credibility 但我觉得again 作为一个manager来讲的话 当你越来越senior以后 这个technical strength 没有那么重要 呃 know who to trust and how to choose direction 这个可能更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这些senior manager 他会从不同的业务 被调来调去 他一样的能胜任 现在他从来没做过的领域 对他来讲 这个不是问题 因为呀 这个这个并不是 我们需要manager的一个 的的的的并不是要他contribute的地方 哎 好的 谢谢 呀 好 您有那个 没有phrase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phrase 对 但是我是想说 有很多人问问题 我看那个chat里 有很多人在聊 也大家在相互分享一些资源 就看着书啊 一些呃 资源 对 大家可以稍微聊一下 然后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继续问 要不要我们先问一个这个 就是原来历史上 大家整理的一些问题里面 选一个 先问这 然后之后就有人再举手的话 我们再 好 好 那我就看 呃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 老师刚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如何赢得manager的trust 然后如何提升scope 如何升职加薪 是直接跟老板去聊吗 呃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得聊的 我觉得这点 我觉得华人可能有时候太 太羞涩 呃 想等着这个老板赏识和 和和 和promote 呃 对让我刚才所说的 尤其在 某些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升职并不是老板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的一个choice 换句话说 在有些公司里面 如果员工不想升职的话 我老板不会去主动提出要求升职他 因为他他他可能他的兴趣就不在工作 不叫兴趣 就是说他不想在工作上面去花太多的时间 无可厚非 有的人就喜欢在外面 那个每天下了半夜后能够去冲浪 能够去开飞机 能够去滑雪 能够去take care of family 或者帮助成长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manager的话 我不会每天主动跑过来说 下个half该升职了 然后我觉得有可能这个reaction说 别别别别 我现在挺好的 你别把我放到那个位置 因为确实到了下一个level的话 你promote以后 你的responsibility会更高 就是公司对你的expectation会更高 you have to be put more there 但如果你是有这个desire的话 我和我的组里面的同学 我们是要求每个half会一个career conversation 就是具体的就是在讨论 where you are now 和where you want to be 那有了这样的conversation以后 你和你的manager之间会建立一个plan 这个plan是说 要get to next level what's the gap what's the timeline 需要做一种事情 这样的话manager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你成长 因为有些事情 比如说 你需要做一个更大scope的project的话 manager这时候会有心去给你安排一个更大的project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在有些其他主意的这个manager里面 能够看得很清晰 他这个half的这个plan 就是要把他组里的某个人promote上去 所以他甚至把他组里很多project 全部堆在这个人身上 把这个人推上去以后 等到这个人被promote完了以后 他再把这些scope再堆到另外一个市场 让那个人再promote it's a game 然后如何赢得manager的trust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trust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topic trust的话 我觉得build up build up upon你的以前的这些history 你怎么能够让你的manager trust你以前的这个project delivery 你能够按时按量的deliver出来 communicate出来 然后你能帮你的manager把这个project有足够的visibility 然后在manager需要人去volunteer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跳出来 然后包括这个工作以外的一些relationship 这些都非常重要 again大家想为什么我们比如说出去创业的时候 你会去找你的原来的同学或者同事 因为你以前跟他工作过 你知道这个人dependable 不会在last minute突然一下就消失了 或者project做不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慢慢的就build up the trust 好的 这个微信里这个chat里有一个人他说他没有mine 让我帮忙问一个问题 他这个问题是说一个人怎样才能百分百控制住自己 我说那你控制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百分就是完全彻底的控制自己 我不太懂这个问题 他 咱们要不要简单的稍微留下这个 自律吗 应该是我觉得我的理解应该是跟自律相关吧 控制控制自己什么意思 控制 对自律 自律 ok ok 有一本书叫做the seven habits of the highly effective person 我觉得里面讲了很多就是这些怎么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些好的习惯能够帮助你自己能够做事情更加efficient with discipline 我觉得这个书里面会讲很多一些技巧也好和mindset也好 一本很经典的老书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好的 谢谢 宏威你刚才是要说话吗 哦没有没有我在看那个chess里面东西看有没有谁在问问题 好像现在有一个叫会记的再举手要不要先对 对对 我想问个问题 那个谢谢joy非常非常棒的分享 学到了很多 然后就呃我想问一个关于经验积累的问题 就是我注意到您在那个整个career的全世界性过程当中啊 呃是个非常全面也非常特殊的一个全世界性 并且每一阶段可能从呃 大家看来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比方说您从CMU的professor到Facebook 然后又从Facebook到Airbnb 是一个从学术圈到工业界的转换 并且是一个从比较大的比较 mature的一个公司到一个嗯可能相对中小型 并且是一个初创公司 那我想问一下在整个这个三段过程当中好您觉得 您什么样的经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下来并且得到加强了 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技能是您觉得是unlearned 嗯呀哎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嗯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反的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在任何一个新的阶段的话我想怎么去best perform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会我会自然而然的用到我的一些strength然后呃然后去认识 new skill 嗯而不是说而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强调我需要keep我的哪些这个feel和strength 就换句话说呃我是先看有钉子然后呢去找哪把锤子能够最好的锤这个钉子啊这个锤子有可能是我以前有的也可能是我需要去重新build的 呃我觉得可能需要avoid的那个想法是说嘿我这把有把锤子这个是我很很很得意的一把金锤子哎 然后我去找哪个钉子能够适合这个锤子去锤因为这样的话你你换了不同的工作以后有不同的钉子有不同的这个场景 如果你只是hold down to你的这个锤子的话我觉得那个会会limit呃你的发展而而且从公司的交流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是care about的你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的原来的一些经历也好你的知识也好总是会有shine的地方只是不要去刻意的去强调说因为你是whatever出生呃 呃所以你会用这个技能去解决问题明白明白非常有启发谢谢 好那个咱们时间老师也已经给咱们分享了快一个半小时了咱们最后在一个或两个问题咱们就呃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呃把这些东西都总结一下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这样的话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嗯我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同学可以开个麦 哦范馨 徐范馨啊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今天受益被想了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呃 我觉得就是呃在职场上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心理的上面的问题要克服 比如说你当时看到说呃要自己去跟老板说我要啊我要promote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要在一些meeting或者是场合去promote myself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文化就是枪大出头鸟啊人要谦逊啊这样一种心理一直都在会就是阻挡我们 但真实在那个场景的情况下面会有点胆怯或者说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结果会带来什么你怕别人就是dislike you 呃就这样一个这个心理的状态想们一下您当年是怎么去 克服的呃good question呃我觉得我现在还在试图克服这个 哈哈哈心理心理上的障碍啊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呃by no means今天给talk 觉得好像我觉得已经我已经完全解码了这个职场境界我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过程 我也从我的同事和我的这个身边的人里面要去学习呃我觉得我过去一年受益最深的就是真的是去看那些我最不喜欢的人呃 那些公司里面哪些品质是我可以学到的这个其实是我最不comfortable的事情 对比如说就知道大家在在IT公司里面很多有些其他族裔的人的这些说话做事的方式是你们可能绝对是不齿的或者觉得非常annoying的对 在outcome的话呢是说他们这些行为反而让得到resource他的project得到了visibility他在开组会的时候manager能够noticed right 比如说范馨你可能做了一个星期的project做得很好然后在开组会的时候你就这么一笔带过而已讲的比较客观希望manager能够看到你的发光点 但另一个主义的同学可能就上来直接就说we solved the problem that is awesome it is like it make awesome impact right 啊但但但你会心里就很很难受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是当时我在CMA的时候我们有这个course project 这个course project里面呢那是三个学生做两个中国学生另外一个是其他族裔的 然后呢这个到这个final presentation的时候两个中国学生上面结结巴巴巴结结巴巴巴的把这个technical讲完以后 然后那个讲的结结巴巴巴的然后上去的话是另一个主义的同学上来就先讲 we did this awesome project this is solved this computing problem 然后接下来的话大家听哇然后这个big picture也很清楚 课后我在问那两个中国学生我说这个这个这个项目到底谁做的 这感觉好像全是那个同学做的然后那两个中国学生就很生气从头到尾 从那个同学就是学期开始的时候这个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开了一次planning meeting 和最后一次大家说这个conclusion准备slides他来了 然后就从头到尾讲的好像全是他一个人做的一样 嗯这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觉得心里很不fair 很很难受的事情但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我一样的在职场里面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后来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说我专门去看他们怎么做的 他们怎么去做的upward怎么去做的这个sell 他们怎么能让project有visibility 和怎么去present这个project 为什么我做不到 所以繁星我觉得说第一不要觉得这个是shame的事情 这个是这个是你越不喜欢的人其实越值得你学习 就是我当时所说appreciation里面所说的appreciate your enemy 因为他之所以让你难受的原因是说他的身上有些品质是其实你想有 但是呢你还没有 然后这些品质呢使得他的职场上面发展的比你更顺利 所以从他身上反而能够学到你能够改变自己的地方 然后呢get over with authenticity trap 不是说你做不到而是说你其实还是不想做 我觉得你绝对没问题 谢谢谢谢太太获益非常谢谢太受鼓舞了 不像你学他们的口音就是说学他们做事的方式 太受鼓舞了 行那咱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吧 因为真的是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老师也比较辛苦了 然后呢接下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呃我们的文章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希望还可以帮忙转达到好不好 嗯好 谢谢大家 然后再次感谢Jolly老师 嘿 谢谢大家 生活愉快 嘿 拜拜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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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